南模請問訪問一下你們球隊得了冠軍 那你有什麼感想? 大部分的反應就是怎樣 因為一頓晚餐成立了這間公司 因為那一天剛好我跟傑克在聚場 然後我們就討論到說台灣的運動員很辛苦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怎麼幫助下面的運動員 尤其其他大部分的運動員 因為個人包裝啊品牌什麼 對台灣運動員其實蠻缺乏的 那我覺得如果這塊能夠做起來的話 對運動員本身也是一個好事情 所以我們就在討論然後導致說 有這間公司的成立 這間公司叫Spa Lighthouse 那其實顧名字就字面上來說 它有兩種飲食 一種叫Spa Light 一個叫Lighthouse 我們希望每一個運動員 他都有自己專屬的聚光燈 可以讓聚焦讓他的不只是粉絲 甚至於外場 適合他的品牌或是贊助商 能夠清楚更明顯的看到他 那Lighthouse另外一個意思就像燈塔 我們是就覺得台灣運動員很多時候 其實是等到那個時候 我再來打算要幹嘛 所以我們另外一個Lighthouse的 就是意義也在於說 我們就像燈塔可以指引你方向 然後給你以我們過往的經驗 提供給你有一個參考 就像中華隊今年最後一次 那其實團隊就有特別去幫我想一個包裝的想法 就比如說現在IG很流行 有Hashtag 然後我們就自己想一個 比如說CT13 Last Dance 那大家其實如果看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用力在這個意思是在哪 但清潔的可能說 這是我最後一次中華隊 那可能會就能夠從自己的社群媒體這邊 開始就是發酵 然後讓大家開始去了解說 正如是這一次最後一次中華隊 那當然不是 就比喻就好比說像最近的新聞 就是美國種族歧視的議題 那像之前像好比說 Lighthouse或是甚至很多人的球星 他們會在自己的社群媒體去彰顯這個東西 那我只是希望說 就類似的手法 那我們能不能讓自己運動員 他們的價值也提高 然後也可以藉由自己本身的社群媒體 然後去幫助 或者是甚至去提醒大家 有什麼社會議題是還不錯 那我們或許是可以有正向的加分這樣子 那就是類似這樣的行銷報酬 那如果講最實際的就是 如果說我們今天把我們自己品牌打造 或是社群媒體打得很好 那最現實的是什麼 就是你可能會有一些業外的收入 會不會有廠商希望你做 你能不能幫我 比說 一顆消毒機器 那你可不可以幫我 幫我類似走業配啊 什麼 那這個路線 那當然是取決於說 這個運動員 喜不希望接 或想不想接 或是這個東西是不是對我 是有需要 或是這是正向的 那我覺得這就是 最簡單就是 現實面就是 業外的應收嘛 那當然我們 如果包裝好 我們可以有很多的 付加的價值 就可以慢慢的產生這樣 再講到我們 組成的團隊裡面 包含 男模他本身就是一個 現役的籃球員 那 其實運動員 最懂運動員在想什麼 然後再加上 其實有些時候 運動的語言 他畢竟有一個門檻在 那運動員 由運動員 了解運動員 他們可以去做更 到位的包裝 而不是花拳秀腿 或是甚至魚箱 現在蠻多 都是用綜藝化的方式去包裝 對 而是讓人家看到的 會有內心的共鳴 並且彰顯 他那個運動的本質跟特色 我個人是過往是17天的 運動型號今天 舉辦你想得到的 辦活動啊 運動員啊 EA合作啊等等的 像一開始 尤其他以前 經典中華隊打野 準備那個資格賽手 是沒有觀眾 每一個球員都覺得 我不習慣 不習慣旁邊沒有人在叫嚇 或是加油 真的很不習慣 對 那 你這一些 其實他們就完全是沒有 影響力過價值 其實未必 近期很多 在疫情期間 很多的運動媒體 因為沒有 如果沒有比賽 像NBA 我想應該影響很多 因為大家 我想 我認識的應該都很多 都挨洪給你 可是呢怎麼辦 有些東西 為什麼Stanford Curry 在家打個曲棍球 Countdown Yeah 對 Trade Young 在家 想像自己在比賽 分球大賽 用的垃圾桶 這些東西 其實 會是品牌來做 我覺得未必 但是對 運動員本人 本身來說 會很難 Maybe 是一點巧思 甚至於他們 很辛苦的訓練 是不是也可以讓大家知道 他們訓練 到底有多麼困 有些 朋友的孩子們 因為他們也很愛運動 可是永遠貼的都會是 不是大聯盟就是NBA的海報 為什麼台灣就沒有 我小時候貼的可能就是 像我剛剛提到 然後甚至於像 我以前是 衛選的球體 只要小小時候 我可能會有黃平洋 然後 觀眾肚子 我的房間裡面 可能不然會為了這些人的海報 我的想法 我判定的是這樣子 當我兒子拿一天說 爸爸 我需要那個 那個男模Uncle的一個海報 你可以幫我 或是要沒簽名 不一定海報 我覺得就是代表我們台灣的 這個有上台 就是跟 就是台灣當地的運動 同期會關注到其實是一個上台 我覺得就是想要努力嘗試看看 因為 想真的我們 我們這間公司的 所做的事情真的是比較新 就是跟 一般的 比如說行銷公司比較不一樣 那做的東西也比較新穎 所以我們大家也在嘗試 然後也在想各種辦法 怎麼樣可以 讓大家可以了解我們公司 在做些什麼 然後我們也盡量去幫助運動員 對 因為 畢竟我都覺得我自己本身是 算性運 然後一路上 籃球路上遇到好的教練 好的學長 進入好的球隊 還有一路上都有很多人在幫助我 所以我才能達到有今天的成就 所以我總會覺得說 我們是不是照理講 我們應該不能 好了之後 我們是要跟大家都好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去幫助 或照顧下面的後輩 或許你只要去幫他推一步 他就起來 但是我們如果永遠不幫他推那一步 他永遠可能就停在那邊 混 他替爬得很努力 但我覺得我們已經是 但是至少我們打球時間比較長 那我們能不能以我們的經驗 什麼來幫他這一把 所以我們今天公司開出來 讓我們就想辦法怎麼樣的去幫助 球員們 運動員們 在他的媒體方面 然後社交方面可以提升 然後讓他自己也都可以更好 那在球場上 但也各方面 運動表現上面 也可以更加提升 我可以提升 我就要做你的